踏入2021年的1月份 市场开始逐步逐步向上 而且成交金额亦配合 1月1月4日的成交金额1826亿 到1月5日成交金额更加有2150亿 暂时来说是下午3点35分左右 到底今天的成交金额有多少 但我看很大机会是2000亿以上 即是动力一直不失手或不退 更加高的指数应该还在后面 因为成交金额是走在指数的前头 顺带一提 经过这一轮上升之后 恒指和移动线的排列很标准 因为恒指接着是10、20、50、100、250天线 这个排列是绝对一个标准的升市模式 事实上一直强调一件事 由去年9月25日的低位23,124点开始的上升 已经是一个中期升浪 好 再看看一月份的市 直到这一分钟是先低后高形态 但问题 一个月的高低位 是不可能在三个交易点之内出现 况且677点报复 怎可能满足到整个月要求 即是只要指数不再低于27,079点 在先低后高形态的主路之下 更加高的指数应该还在后头再出来 接着 感谢观看